创业概念基础 创业概念基础 创业模式与机会之认识 社团华人台湾服务业发展 协会理培分秘书长 提供的投影片资料 想创业你准备好了吗 创业模式与机会之认识 理培分秘书长提供 人生方向感 爱是在森林里迷失方向 乔义之总是面带微笑的猫 他问笑脸猫 你可以告诉我 我该走哪条路吗 笑脸猫回答爱丽丝 这得看你想往哪里去 我并不太确定该往哪里去 爱丽丝说 于是笑脸猫说 那么你选哪一条路 都是一样的 思考十年后的我 现在是什么样子 将来想变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 今天采取什么行动 才可以从现在的样子 变成未来理想的样子 要超完入圣了 进化身口一三月 传染成静 转拔四成四字 格物自知 找到真我创业的机会 一需求面消费者的希望 二供给面技术的创新 三机会面市场的竞争 你一定要与实际进 七球面消费者需要 供给面技术的创新 机会面市场的竞争 消费者技术市场 你一定要与实际进 启动创业之前 没有设想失败 不要设想成功 二创业可以学习 红险可以管理 三位顾客创造上门的理由 四跑马拉松而挥白米 五物赢在前台 却输在后台 六创业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一家人的事 课程大纲一 准备营运计划 二创业计划 三要素 三创业风险意识 四先设想失败 五计划书架构分析 六副入创业计划书 以四性两者 第四点先设想失败 一般人都是怕失败 而果族不甜 那怎么改进呢 那就是 先立以不败之地 以准备营业计划 创业情境 计划行创业 以及被迫型创业 创业环网创新型创业 以复制型的创业 创业类型 模型型创业 生活形态型创业 新创企业 自创后加盟 自行创业 筹备齐轿厂全新建构 营养模式 摸索齐厂 学习齐到首层 整合供应商资源 操作风险较高 加盟创业筹备齐轿短 应用线流之营养模式 摸索齐短 营养首层 营养总部支援 操作风险较低 两者照比较 创业模式 设公司 设公厂 开店 网络创业 工作室 PC红50万个网商 网络商店 资金 租金一年一万元 一年一万元 年营业很多 PC红 利用这个就可以赚很多钱 50万个网商 每一年各收一万 50万再乘以一万 50亿有这么多 万万加是一亿 10的四次方括号平方 10的八次方加是一亿 50亿 这么多 创业计划山料树 营养计划输山料树 顾客 目标市场在哪里 竞争商圈或产业生态 创新给顾客上门的理由 顾客基盘 何者重要 消费者 还有顾客 消费者跟顾客 何者重要 消费者定义 消费者 money 购买力 possority 购买券 逆致需求 购买力 购买权 需求 顾客 顾客定义 曾经购买正面评价 再次购买 曾经购买正面评价 再次购买 顾客层次 新顾客 重顾客 主顾客 忠实顾客 商圈选择 与竞争分析 商圈选择 与竞争分析 人流 车流 人流 一级消费区竞争者 二级消费区竞争者 三级消费区竞争者 人流 车流 是二级 人流 流 流动流 是一级 商圈选择 与竞争分析 人流 车流 人流 住 商圈对营业之影响 纸圈 地质 商品组合 配合 消费属性 还有营业义估 自调市场调查 必须以数字为师 竞争者的两个数字 一日来变客数 二平均 客单价 然后以上两个数字 你发现了什么 日来变了客数 平均的客单价 这是竞争者的两个数字 创新一 新发明新发现 二 改良后调整 三 重新组合 四 改变原料后元素 新发明新发现 改良后调整 重新组合 改变原料后元素 这就是创新 行销引领创新 商店是创新的标的 商店过程 三要素 人商品与气氛 人商品与气氛 而顾客导向 以发觉未被满足的需求 而了解你的消费者 创新才是真正的解答 未来概念的店实验室 未来概念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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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商机 你锁定了哪个人群 人群商机 老中青吗 男女吗 本国外公吗 市农工商 哪一种 店隔就是店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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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兴南路上大同展授门市 原本是一家女座 或不会留下印象的门市 后来 变革创新 变化只在一念之间 变革创新 里面很亮很 外来还有那个大片的落地窗 很快就看清楚里面 未来店创新 还有好多艺术装置 未来店创新 业态创新 业态 事业形态 业态创新 你知道这是哪一家联手店吗 业态创新 找到线索了吗 业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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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The Bank 创业业态创新 你看那个用后柜 创业风险预示 创业三对一 人对二 钱对三 四对 人四 然后加上一个钱 都要对 创业三对 人对 钱对 四对 创业的误区 因小本而创业 因失业而创业 因自由而创业 乌托邦式创业 物创丛林小白兔创业 创业的误区有 因小本而创业 因失业而创业 因自由而创业 乌托邦式创业 物创丛林小白兔创业 创业风险 系统风险 以及 系统风险 跟国家政治制度 整个社会经济 社会文化经济 景气 时代变迁等等 时代的变迁等等 天灾地变等等都有 关联 人事 时地物都有关联 财务过两关 创业没烦恼 第一关三分法 第一等分生活会用 安家会不能动 第二等分长期投资 重稳健 第三等分承受风险可投资 第二关六三一 红金比例 六成建制成本 三成营运成本 一成准备金 六三一 建制成本营运成本准备金 事先设想失败 从拜云中找方法以开店为例 归纳失败因素 下列三项 与顾客有关联 也是大多数人失败的关键因素 一没有足够的顾客 二没有对的顾客 三没有对的产品 顾客要够了 量要够了 要对的顾客 要对的产品 大多数人失败的关键因素 就是一没有足够顾客 二没有对的顾客 二没有对的产品 产品只能一种吗 还是要很多种 顾客是只要一种人 还是要市农工商各种人 顾客为什么要不够 要停车不方便吗 知名度不够吗 还是不信任呢 面对失败 个案一 替光口向员工谢罪的仲裁 个案二 把交道餐厅 知名企业也会失败 面对失败 失败的基地天下 杂志统计显示 台湾98%的企业是中小企业 但平均寿命仅有13年 以20年观察只有26%的制造企业 可以持续名列一千大 盘开1994年天下一千大企业调查 国内排名前100大企业名单 和20年后的今天相较 依旧身在百强的制造业 仅剩44家 淘汰率超过五成 而服务业洗牌更激烈 只有34家毅力不醉 服务业洗牌更激烈 结构失败 铁达尼斯克一 开创新事业 南海魅定 跨界施主 侠支援优势 进军新领域 案例包子先生 开创新事业也可能造成失败 藍海魅定 跨界施主 侠支援优势 进军新领域 案例包子先生 资料来源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分克斯坦教授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分克斯坦教授 结果失败 迪达尼斯克二 创新里转型 创新却没有市场 创新却没有市场 转型却撞上墙壁 转型却撞上墙壁 教育市场也学习新华 同样都是困难的 教育市场 也学习新华 同样都是困难的 案例可以吃的泡面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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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美国达特 司马学院分克斯坦教授 解构失败 抵达尼斯克三 构病企业 大吃小A住 小吃大称食 麻烦从交易后开始 案例是快乐米红 资料来源美国达特 司马学院分克斯坦教授 解构失败 抵达尼斯克四 面对新境竞争 僵硬的核心 过去的光荣 龙头宝座 换人做做看 案例新花心牛派 僵硬的核心 过去的光荣 都可能会造成失败 龙头宝座 要换人做做看 创业过程 创业过程其实是可以管理的 创业的过程 其实是可以管理的 为什么要创业管理 因为要面对风险 计划跟不上变化 创业计划无用论 其实没有计划 就等于是在计划失败 没有计划就等于在计划失败 还是要有计划 三位有贷款才要创业计划 创业计划是谁 谁给自己看的 创业计划书的进阶办事 年度营运计划书 创业计划书的进阶办事 年度营运计划书 创业期步动 以选业二入行三赚水营运计划书 是募集资金五选指标 开业期经营管理 选业入行赚水营运计划书 募集资金选店的地址 开业经营管理 无创业计划书架构分析 开业经营管理 开业经营管理